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鸡仔饼 先做一个粉皮 将30克的油和85克麻芽糖混合 倒120克的面粉在盘上 半茶匙的酥辣粉 把面粉和酥辣粉混合 先混合 混合后倒入油和芽芽糖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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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面粉混合成一个波 放入冰箱1小时 冰1小时 现在做鸡料 核桃、芝麻、花生 全部炒香 每一样都是30克 我用这个碟装 大家都知道药膜是用多少份量 南乳 今天用了南乳汁 如果你用南乳砖 就用两砖南乳 用水调成这样 就可以了 肥猪肉 肥猪肉醃了1个星期 肥猪肉加酒加糖 醃了1个星期 准备几粒蒜头 剁碎 做蒜蓉 蒜蓉剁好后 放在一边 待会就用了 先把核桃和花生打碎 1个星期 60克的糯米粉 糯米粉 60克 再加些五香粉 五香粉就是 調味 五香粉 白胡椒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再把其他材料倒入 再加一杯水 凉杯水 搅拌 搅拌 搅拌成这样 放在冰箱中 冷冰1个小时 现在这个粉团已经硬了 拿出来我们可以砌粉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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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保鲜纸上 就可以硬性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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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肉 搅拌 皮 一块饼 包住一个馅 搓一搓 平均匀就可以了 大约15个饼 定型 饼 转开饼 这样就可以了 图圆形 平常吃鸡仔饼的形状 拿饼蛋黄 饼蛋黄 塗在饼饼饼饼上 烤之前 搓一搓表面 饼饼开350度 烤25分钟 好 烤好了 看看如何 很漂亮 烤凉A蚝盆 Ы好 蒸连饼做出的肥猪肉粒 在一个星期之前要弄定 将肥猪肉用滚水过水 之后就切小粒 加点糖和白酒腌一个星期 拌好后放入冰箱 鸡鸡饼做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的 在家里也试下做吧